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好嘴赢一试 好心赢一试 在这个世上 人人都能用嘴说好话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用心做好事 孔子说 巧言令色 咸以人 一个人花言巧语 装出和颜悦色的样子 他的好心就少了 好心的人 或许不会说好话 就会做好事 做人 靠心 不靠嘴 做事 用心 不用嘴 泰戈尔说 虚伪的真诚 比魔鬼更可怕 花言巧语 不仅会蒙蔽别人 还会伤害别人 心坏的人 经常利用好话 获得利益 唐朝时期 太子李治身边 有个叫李义甫的心腹进尘 李义甫嘴特别甜 红得李治十分开心 等到李治登基后 李义甫也迅速成为了皇帝的心腹 他的权势因此变得更大了 后来李义甫因为帮助武则天成为皇后有功 还被册封为宰相 李义甫在人前是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 会说话待人恭敬 但在背地里却干尽肮脏勾当 行为猖狂 贪污受贿 陷害大臣 这样的事情数不胜数 最终 李义甫因积怨深重 被朝廷众多官员联合告发 他全家都被流放 自己也郁郁而终 李义甫因会说好话而慰急仁臣 却因心不好毁于一旦 好话可以获利一时 但时间久了 再完美的好话都会被拆穿 正所谓心善之人敢直言 嘴甜之人藏迷接 口不饶人心地善 心不饶人嘴上甜 会说话的人不一定心好 口拙的人不一定心坏 心坏的人擅长说好话 用好话欺骗别人 但这样的欺骗是一时的 被人拆穿后 这样的人只会被人唾弃 做人心善才能赢人心 人生在世 说好话的人可赢一时之力 心好的人才可想一世太平 莎士比亚说 一个人的质朴比巧妙的言子 更能打动我的心 善良的心比动听的语言 更能得人心 一颗好心 不仅能温暖别人 还能温暖自己 莉莎是新泽西州 一家仓馆的服务员 有天清晨五点半 两个筋疲力尽的消防员 走进仓馆 点了两个大杯的咖啡 他们刚从附近的火灾现场 救援回来 十分疲惫 莉莎看到他们如此辛苦 便为他们买了单 还留下一张便条 上面写着 感谢你们的付出 你们的早餐钱由我来出 两位消防队员十分感动 就把便条和餐馆照片分享出去 没想到赢得了很多人的称赞 后来 两位消防员发现莉莎家里并不富裕 她父亲瘫痪在床 巨额的医疗费 让她的生活步履为艰 在消防员的帮助下 人们为莉莎家捐助了 超过六万美元的上款 莉莎说 我在为他们买单的时候 从未企图获得过任何回报 只希望他们能够开心 莉莎的好心得到了好报 卢梭说 善良的行为有一种好处 就是使人的灵魂变得高尚了 并且使他可以做出更美好的行为 善良的人 秉持着自己的好心去帮助别人 这样的人 在遇到问题时 会有更多的人向他伸出援手 因为善良的心地 就是黄金 陈夫说 多须不如少时 一个人说再多 都不如用心去做一件事 来得恰当 人生路上 一个人唯有保持真诚 善良之心 才能走得更顺畅 有个中年人 公司破产了 欠了很多钱 家里值钱的东西 都被拿去卖了还债 眼看孩子就要开学 可他身上已经没钱了 只好四处借钱 很多以前关系很好的朋友 听到他来借钱 都纷纷拒绝 他十分失望 觉得借钱无望 最后 他联系了创业前的一个老友 两人已经很久没联系了 中年人也不抱什么希望 却没想到 老友在询问了借款数额后 二话不说就把钱借给了他 中年人收到钱款后 痛哭流涕 几年后 他东山再起 事业规模比以前还大 那些曾经拒绝借钱 给他的朋友 都前来巴结 那些人说 我不知道你当时经历了这些 要是我知道 肯定会亦不容辞地帮助你的 而当他联系老友时 老友并没有提及 当年借钱的事 而是为他现在取得的成就 开心 中年人才恍然大悟 一个人真的想对你好 不是体现在嘴上 而是在心上 拉罗什福克说 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 真诚 体现在行动上 而不是在言语中 做人 靠心 不靠嘴 交往 靠真 不靠记 花言巧语 难换真心 将心比心 才得真情 一个人 一个人的真心 不是体现在 他能把话说得有多好听 而是在你需要的时候 能够有所行动 有句话说 信错一个人 毁掉一个人 确实如此 好话如蜜糖 吃多了会发腻 好心如春风 吹多会更温暖 好话能帮助人赢得一时 却不能赢一世 好心也许不会被人发现 但却能暖一世 人在做 天在看 好话不一定有好果 而好心一定会有好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